今天我们文化速递和大家介绍一本新书 在开始听之前可以订阅我们游戏鬼的频道 在频道的右下角按订阅键 也可以留言赞好和分享我们的短片 今天介绍这本书叫做石头上的香港史 是由三联书店出版的 作者就是肖国健教授 肖教授是珠海学院的中文系教授 亦都长年研究香港地方历史的文化 说明书名叫石头上的香港史 其实介绍了原来在香港不同的地方 都有很多和石头有关的故事 当然叫石头不是天然的岩石的意思 而是由石头而成的种种不同历史的点滴 好像在我们开埠的时候 有不少这些叫戒石的设置 譬如说B一条戒 我们是新戒 其实我们叫新戒 就只是一条戒 但当然又不是在地上柔柔 用了石头去树立在不同的位置 去界分了不同管核的范围 这些石界由当时的殖民地到今天回国之后 有部份都保留下来 大家可以在书里尋找一下 你自己的社区 有没有一些开埠早期的石界 但其实再早过香港近代史 香港远古都有不少很著名的历史故事 好像在九龙城的宋王台 其实传说就是宋帝丙 宋朝的时候就落难 由首都被人追杀 落到最南的香港 就驻扎在九龙城的地方 据说有一个说法 我们香港人吃盆菜 都是来自宋帝丙 因为那时说 没有什么好东西给皇帝吃 知道皇帝来到 就将家里的好东西放在一起 不懂得煮 整个盆都给皇帝吃 后来演化成为我们今天的盆菜 真真假假再考究 但萧教授这本书里 就讲回宋王台的石头 到今天你去到九龙城 现在叫做启德一带 都仍然可以看到这个原貌 但原来这块石头在日治的时期 即是日本侵华 在占领了香港的时候 曾经因为要抗建启德机场 就有些迁移 幸好就保留了下来 但另一块石头就不太好 保留不太好 就是在九龙城的侯王庙 里面原本有一个鹅 写着一个鹅字的石碑 也是因为日治时期被破坏了 现在也有一笔鹅的鹅字 在九龙城公园里面 但这个已经是七十年代的 一个毛攀出来的版本 还有一个大家去到西贡 游历的时候 都可以再入少少 就会看到书里面提及的 烈士碑园 这也和二战时候的历史有关 因为西贡有些游击队 自发东江中队 和日军游击战 都涌战了很久 当然有人命伤亡 随后在西贡树立了抗日英雄纪念碑 每年都有些老的军人 家眷都会有些纪念的活动 在斩竹湾的位置 就是纪念香港的历史 但有些历史 我们一般市民可能没有太多留意 在书里面提及 原来在湾仔也有一些石碑 其中一个石碑更加记录了 一个关于打海盗的事故 原来香港曾经发生过一些激烈的海战 就是1854年的时候 英美和清朝一起联军 大战高兰岛的海盗 杀了五百多名的海盗 成功击退了海盗集团 这个事故也写成了在石碑 放在湾仔 但最遇时代的迁移 现在石碑也搬进跑马地的香港墳墙 所以石碑很有趣 原来在香港不同的地方 都有这样的记录 大家不妨可以看看 蕭郭健教授的这本《石头上的香港史》 了解一下香港里面的特别的记录